大家好 今天是23号 2018年5月 现在气温又下降了 15度 前几天25度 天籁放飞 今天咱们就讲讲天籁放飞 一边做早饭 一边给大家 回忆回忆今天我 昨天悟到的亮点热点 我已经都放到我的Facebook上了 大家去看 正文化正所有 被共产系列毁灭的文化 背景声音是 明慧 明慧网播 都是公开的 我们一分钟给大家多一点信息 健康食品 一边做一边说 有一天 我平常流程的 在天地 边干活边飞 都边飞人的时候 我就大声飞 有人的时候 我就心里飞 但是 但是 两分飞很流长 这下人工的 忽然记不起来了 当时 我感觉到了极大的精神 后面 面色也很浓 感觉我老乡 还是一样 一片空 我努力想 将来真相大险的时候 主政者 这各国的主政者 都要后悔 耽误大家的时间 大家都在 恢复传流文化的时候 主政者干啥去了 征权夺利为私利去了 嘿嘿嘿 都想当王 就把这 全世界搞得这么乱 即使我没有身体也好 众生不知道我的存在也好 一无所谓 好像只剩下我的意识 这个意识 本来是兵征天下王者治国的嘛 结果这些人 不打断 都想当王 所以就 就更难了 不打断 怎么 这么敬文啊 拿个核武器就能威胁大家了 然后在 贸易上耍耍油盲 就能 就能威胁大家了 偷偷别人的技术 不劳而不 就能威胁全世界了 不可能的嘛 所以说 谁也不服谁 国际警察说的话呢 那 其他的主任人又不爱你 就搞成这么乱了 但是 他们都是配角了 只要不恢复传统文化 这都是配角 所以 我们就 做我们该做的哈 我感觉 这个2007年 2006年 以后出生的孩子 都是为 对广传统文化来安排 老天爷什么都知道 好像是爷爷奶奶 电视台 电视台 发现了他们的才能 然后让他们来 恢复传统文化 唱民歌 唱山歌 唱地方方言歌 唱西藏 歌 唱内蒙古的草原的歌 他唱1949年以后作曲 以前作曲作词的歌 表面上是这样哈 其实不是 是因为天籁之音太棒了 这嗓子 全都是天死下来的哈 可能都是签了约的 让他们来处这些 中年人 中年人 老年人 赶紧恢复传统文化 学了 学了神韵 2006年以后 他得有实际行动去学 对不对 嗯 然后因为 邪灵在那挡着 神韵艺术团就不能在 大陆不 演出吗 连在香港举办中国舞蹈赛 五年五大赛都不行 这样呢 神当然知道邪灵 存始争扎 肯定要做这些 然后呢 也知道 几个主政者在 恢复传统文化的这个 末法时期 不许提高国民的素质 都是争权奴隶为私利去了 就偏了吗 大西就都偏了吗 这样呢 让这些 纯真的 纯真的 纯 清纯的 然后干净的嗓子 一尘不染 这四岁的 六岁的 三岁的 哇 一直到十一岁 最大的那个是十四岁 就让大人吃惊 让这些村子的嗓子 大本嗓子 比过来人还厉害 比长江亦还厉害 大本嗓子 比台湾说马还厉害 比胡荣华那更是超出去 不知道多少倍 让他们来唱 让他们来震惊中年人和老年人 这样呢 全世界 乱哄哄的时候 主政者都去喂私的时候 这些孩子们在民间已经推广完了传统文化了 你怎么想怎么是这么回事 就像那个大海里的扶贫 你压住了这头 压六四 压维权律师 压压传统文化 压 压香港不让 给中国古典武大圣 压住了这头 那头冒起来了 压住这头 那头冒起来了 现在就是这样 根本压不住了 等到有一天真相大写的时候 主政者就是后悔 历史上就是要给他们记忆 在 在恢复传统文化的时候 2018年2017年 你们住了啥 都在喂私利 而这些 上天派下来的孩子们 老天爷派下来的孩子们却在 干着国王该干的事情 哎呀 这嗓子没得说了 你们去看吧 因为是江苏电视台举办的那个 歌声的翅膀 节目 还有北京电视台主办的那个 音乐大师客 对吧 全都是在民间挑选的达人秀 然后你想唱就来报名 哎呦 还有什么 还有周浪电视台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达人秀 也能勇敢的读下去 2017年8月的 我一个人进了备访的房间 一个同学要求要和我一起备访 他们是晚间会 只要你想报名 我好多人都是看 那个清洁工都可以 那个那个有一个是30岁的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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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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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三药大王吧 当地的 卖冬套药的 他就是 平时就好音乐 这些人都是天性就好音乐 就是一直都在自己上 突然看到达人秀前几年 然后今年就报名 都是这样来的 差不多都是这样来的 这些人都是这样来的 后生可畏呀 我王不做 别人做 你九本书 你禁止 人家那边全都给推广场浓化了 而且是声音那么纯美 那么甜 那么小 六岁孩子 四岁孩子 唱这个 西藏的民歌 这个内蒙古的民歌 唱是宜蒙山小调 哇 唱了你简直就觉得 震撼了 你刚才我听的那个 又听了一遍 唱重庆的那个 太阳出来 马亚亚 原来我有一颗一点点地 都不想吃亏的鞋 如果 那可不是一般的少的 而且这些孩子都有个特点 还有包括我们西遗族的 叫什么 邓慧仙 碧慧仙 就是碧福建的碧 然后慧什么的慧 然后仙女的仙 碧慧仙 从小就爱唱 放牛放羊就爱唱 最后跟牛和羊学的声乐 然后到最后练成了慧 用两种唱法 一个是唱男声 一个是唱女声 就是同时能唱两种声音 用两个话筒 那个人真纯 那个人在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导演秀以后 没选上 为什么没选上 因为 屏幕也都是看谁穿得好 化妆的好 长得好 然后谁给我猫 他广西过去都不会 他说 他姐姐就骂他 你怎么这么啥 骂他啥话 他说 比赛 就是比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比自己 的绝招 怎么是去比 比领道去 比穿衣服去 真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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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天灭荣物 就这么灭了 以为那样灭 不是的 是是是 民间 天籁放飞 各种活动 民间已经搞起来了 你的国王还在 这个什么 主政者 还在 还在为全 为利 为私 而斗 你不 受养国间进去 不恢复传统文化 人家 人家 民间都在做了 民间都做完了 到最后 每个国家 都是国王 和主政者 和他的幕僚们 是最后一个 知道传统文化 最后一个 推广传统文化 哎呀 现在就是这个趋势了 我已经写出来文字了 我把他那个 唱到好的几个人的 人名 我也给写出来了 都在我的 自媒体下头的 那个文字里头 都是民歌 就是有5%的人 唱红歌 我发现唱红歌的那几个 什么变小针 还出来作证 还有个人就愿意唱他唱过的歌 这些人都是当年的霍利者 唱了红歌 记得利者吧 所以他现在老怀念红歌 大部分人没有了 全都是自创的 都是自编自演的 谁唱红歌 现在 啥子才唱红歌呢 哈哈哈哈 也是那个年代 得到好处的人 他们在唱红歌 真正的 民众 恩信自己唱自己的歌 因为现在天气变凉了 所以这 做三天的这食品 就做成 就做三 发面了唐耳朵 义金眼 不是义金堂 就 说他没吃了 那个比他们 德国的那个 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位 理研治疗师 工作繁重 各种典型 都是放那些化学的香料 瓦尼拉 什么什么 学生 这是纯天然的 就糖和面 然后放点 花面的那个线 放一碗上 不要人一炸 就糖耳朵了 也不要想到太多 每天在家 学一讲 转发论 去上班的路上 平时我的讲法录音 有时日教前被红银 上班之前 还去海边 练几套功法 脑中 实时装着 真善身 因为我的母语是法语 讲英语有点口音 通常人们对我的第一印象不太好 在第一次和我上司及其他老师见面时 鲁西老师问我 你是不是新来的语言治疗师 但是你有很重的口音 孩子们能听懂你吗 我真的无地自容 一下信心全没了 但几个月以后 我和老师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有一天 蓝力为职业理疗师安妮 我带她和其他老师见面 鲁西老师居然当着我的面 对安妮说 太爽了 终于蓝力为讲英语不带口音的 她的话害伤人了 让我很羞愧 但马上意识到 我是大法弟子 应该忍住负重 大法师傅在转法轮中说 作为一个练功人 就得做到大不还手 大不还口 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离开鲁西后我没说什么 要是在以前 肯定非得说几句鲁西的坏话 来捍卫我的名语 稍后安妮对我说 你的专业程度我职业达得回答我几位 我说 凡事我尽可能 把真善真的标准要求自己 很快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她后来学了五陶功法 第二部分 先人后急 以前在私人诊所工作时 我们的职业供不应求 家长们一个小时花九十二元请我们 而在那所特殊学校 我们部门的人员得随教随道 好多新疆的明哥 清江 内蒙古的 明哥都 私传了 这些人的孩子的父亲 爷爷奶奶 就传给他们 这些人是哪来的 天上拍来的 我主动要求和其他老师一起下水 真的是玩不住民族 回家中文族 玩不住 回家中文族 都是在岸上帮其他老师做笔录 活着的季妻待在水里 帮助换烟冲子变成的学生 麦克斯 没有一句抱怨 尽我所能的帮助他 麦克斯的有老师和妈妈非常感动 让他和其他学生在一起 买买 平尾都震惊了 这些孩子这么厉害 几个孩子都是被害 被人家说成是疯子 因为他练唱 邻居就讨厌 哎呀 这样就搞得孩子都挺苦的 不是挺苦的 唱没地方唱 后来发现 电视上有这个 这个达人秀 歌声的翅膀 还有音乐大司客 他们就来了 就来报名来了 哎呀 都是这样 今年没来 明年来 明年没来 后能来 还有几个三十岁的 那都是清洁工 还有个深圳剪剪剖烂的 叫石黄哲 哎呀唱的那个干净啊 评委都震惊了 评委都震惊了 但是最纯的还是那四岁三岁 两岁的孩子 还有那个唱河南玉剧的两岁 2016年 哈哈哈哈 让了一拿 哎呦哈 提委都震了 哎呀 就是让这些孩子来推动这些大人 大人 传统文化不恢复 成天唱红之 成天夺权真力 为师 全世界搞得很乱 然后 传统文化的神运 他们也不敢大力推广 偷偷学啊 派人出来偷偷学 学完了 说一下不行 跟那个神运的 有的人认识神运的 文艺界他都通着的嘛 大陆的人说没法学没法学 哈哈哈 因为神的认识 那如魔鬼怎么学得了呢 1949年以后 全都是魔鬼马克思的天下 是不是 都学不了 然后 九本书也不推广 就在这种情况下 2017 2018年 这些孩子已经都长大成为 最小的 两岁 三岁 四岁 越小 他越能推动大人去推广传统文化 我发现 就是这么安排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神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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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领导岗位做好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玉。 2003年,在我不到30岁时成为科技干部, 也是在这一年差点与法轮大法擦肩而过的我, 又走回了大法的修炼。 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与工作中,师父的真善任大法 在突然地指导着我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做个好人, 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在这个时封日下的大洪流中, 一直保护着我,清洗着我。 第一部分,半年后退回了买手机的钱。 我们部门主任一直都觉得我工作中付出很多, 在我们的小团队里还经常能和员工谈心, 对团队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有时总想给我一些额外的好处, 想给我的车用共感加油, 别人送他的礼物货现金, 也想给我的车货现金。 我记住了师父在转马轮中讲过的故事者不得的法理。 我还看到了江苏卫视他搞了一些节目, 就是家庭中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 然后他们到电视台来解决, 把矛盾的双方。 那个节目不错, 那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家里头反对他当义工, 去当边远的山区当教师。 现在到处都有贴广告。 他父亲反对, 他女朋友也跟他吹了。 然后他就觉得他从小就有个理想, 就有个愿望, 他想去圆了这个愿望。 现在都吹了吗? 父亲太强势了, 他不跟他们说, 就突然失踪两年。 到哪儿去了? 就是到山区去当老师。 哎哟, 孩子头, 所有的孩子都, 都愿意听他讲课。 然后又当爹, 又当娘给这些孩子。 全校私生, 40多个孩子, 都上他的班。 然后每天都跟他上学下学, 走在这个高速公路。 就是旁边吧, 旁边的那个高速公路边上的路上。 你就能感觉, 哎哟, 虽然他两年失踪了, 但是他干的事正是现在执政者应该干的事。 干嘛都去号召年轻人当义工呢? 这个主政者和他们的幕僚们, 曾经都是掩盖器官活摘啊, 谋取暴力啊, 大财房的钱往哪去啊? 都在搞这些。 然后这些钱都不去。 他爸爸说的好, 这是国家该干的事, 这是找组织的事。 不是共产党员, 你要说真话, 为什么不跟家里说两年走了? 电视台做一个脱口秀节目, 把这个事调平了以后, 调解开了以后, 就说开了。 他才知道他儿子去当义务教师去了。 因为到处都有广告嘛, 谁愿意当义务教师两年, 到山区, 天野山区。 那里太淳朴了, 那个孩子天生就是来干这个的。 他就是不愿意离开那里, 放弃了忧郁的生活。 他爸也有财产, 他都不愿意。 他就是愿意。 他就是愿意。 就是说这意思哈, 现在好多事情, 不是这一两件事情, 就是该煮正酒, 该文化部, 该教育部干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华夏的子民都在做, 都在身体力行的, 当义工啊, 就这样做。 所以啊, 真的这个主政者如果再不恢复传统文化, 再不身体力行亲自去做, 将来真实十五亿人全都知道传统文化了。 哈哈哈哈, 全都推广了。 都是神的使者, 神的子民恢复神员来给华夏, 给这个人类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 自己都不是毫变的, 都是神眷顾的子民。 将来有一天就是这个局势, 全民都知道, 主政者和他的幕僚嘛, 就在那打拼, 和武器这个那个, 各国的吧, 都在忙这些。 全世界, 全全体国民都知道, 都推广完了传统文化。 所以说, 最后就剩国王那几个人, 国王一个人不知道。 哈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 神什么不知道啊, 都知道人仪, 妇人是最难修行的嘛, 妇人是最难推广传统道德的, 所以, 人仪理直系, 独师道德。 那么, 他就派很多孩子, 纯真的善良的, 先从边缘山区做起, 先从, 不要名, 不要力, 不要情。 常人的那些四个, 看透那些的人, 从那些人, 当中做起。 到最后, 十几亿, 国民自己都做完。 国王还啥都不知道。 该国王做的事, 国王不做。 我本来想把这些天籁放飞的这些声音呢, 比那些, 咱们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听到的, 最好的, 男高音, 女高音, 民间的, 还是, 美声的。 就这些孩子, 比那些声音还高。 你就想想, 他们是不是神派来的。 本来我想做成自媒体节目, 挑几个来给你们播。 我还会想干脆链接给你们放上去, 你们就到这个YouTube上去查就行了。 都在不断的放上去, 现在民间都在做呀, 全都起来了。 现在就是各国的主政者, 还在为私利而做, 现在民间都在做了。 汉言呢, 汉言。 好。 他心里发了什么, 他在做的那些大事, 他看我买书的工作, 就让我在他们记录的材料上签字, 我告诉他, 我会务务务前, 这样会他们不好。 此后, 我再见到人力资源父老总和他打招呼, 他基本就是用鼻子孔一声回应, 连个难正眼, 一段时间, 工作上有一个形象就是种种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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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坐